全球媒體報導中國財經 我們為您整理總結 歡迎收看中國財經簡報 我是金峰 路透社及南華早報報導 中國五大行今年首次下調存款利率 但是官員閉口不提 中國最大的國有銀行降低了一系列存款產品利率 以幫助中國實現經濟增長 據中國工商銀行 農業銀行 中國銀行 交通銀行 和建設銀行的網站顯示 這些銀行分別將三年期和五年期存款利率下調15個基點 將活期存款的年花利率下調5個基點 這些變化將於週四起生效 兩年期存款利率也將下降10個基點 這一轉變將有助於向小企業和購房者提供廉價的貸款 五大行上一次削減存款利率是在去年9月 自2005年央行取消直接控制以來 商業銀行在制定自己的利率方面有一些自由的餘地 然而中國央行還是通過設定利率的上限和下限 保持了很大的影響力 而在五大行開始降息的同一天 中國的高級金融官員們正聚在一個重要的金融論壇進行演講 但是他們的講話中對開始降息一口不提 本週四啟動的一年一度的陸家嘴論壇 是一個重要平臺 通過它可以了解到北京對當前經濟和金融狀況的年終評估 了解北京的政策意圖 以及下半年政治局會議上的任何重大轉彎 當年馬雲也是在這個論壇上說錯了話而落下神壇 在今年的陸家嘴論壇上 中國最高金融監管機構 國家監管局的局長李雲澤 央行行長易剛 中國證監會主席議會滿等悉數到場 但是他們都沒有提到中國週四起降息 而是說中國經濟仍然具有韌性和改善性 李雲澤在論壇上表示 中國市場需求正穩不恢復 積極因素持續增多 他重點介紹了金融風險的防範 而央行行長易剛則重點介紹了綠色金融 和中國碳中和目標 易剛自2018年以來 一直沒有使用大規模的刺激措施 今年早些時候 他曾經表示不願意削減政策利率 但是本週公布的5月經濟數據令人擔心 中國出口在3個月內首次下降 5月份的房屋銷售增長也有所放緩 越來越多的人猜測 北京可能不得不採取更多的刺激措施來支持增長 一些經濟學家預計 央行將在未來幾個月 還會削減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 中金公司的分析師表示 在週四降息之後 銀行可以節省約120億元人民幣的融資成本 並預計未來8到20個月內 存款利率將會進一步下調12個基點 然而分析師表示 僅靠降息可能不足以提振經濟復甦 需要結合其他政策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由於可支配收入增長緩慢和財富效應減弱 消費者仍然十分保守 他們需要更有力的汽車銷售和住房市場的刺激 以便在短期內重啟經濟 路透社報導 4名證券分析師因為預測A股下跌 而被證監會警告 中國證監會週四在網站公示 它已經向招商證券的4名分析師發出警示函 因為他們去年聯合撰寫了一份研究報告 證監會稱該報告表述不嚴謹 也沒有進行充分解釋 這份研究報告發表於2022年2月 當時中國正在與新冠疫情作鬥爭 該報告對A股市場的走勢進行了分析 預測國內股市在反彈後仍將下跌 因為中國經濟面臨著沉重的下行壓力 但是證監會在聲明中稱 這份報告表述不嚴謹 對於A股市場走勢分析的預測方法、分析邏輯 以及所引用的觀點等情況 均未予以充分說明 因此違反了中國發布證券研究報告的暫行規定 深圳證監局決定採取出具警示函的 行政措施 在中國分析師和評論員的負面評論 往往受到審查 並且受到越來越多的監管 一些網絡大V在微博等社交媒體上 暢衰中國經濟也是不被允許的 去年5月交通銀行的前研究主管洪浩 在發表了一系列對中國股市的負面評論後 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受到審查 幾天後他離開了這家國有銀行 該警告函發出之際 中國股市正在苦苦掙查 滬深300指數本週觸及6個月的低點 南華早報報導 中國新一輪疫情預計1億人感染 本月將達到高峰 據英國的健康數據公司Airfinity稱 中國最新的一輪疫情可能在本月達到高峰 每週有1千億萬個感染病例 而相比之下中國呼吸道疾病專家鍾南山 在5月份估計到6月底 每週的病例數可能達到6500萬 比Airfinity的預測要高出6倍 Airfinity的模型還估計 在這一輪疫情中 中國總共約有1.12億人會被感染 目前還沒有關於本輪疫情規模的官方數據 因為中國疾控中心在5月初就停止了發布每週數據 當時世界衛生組織說新冠不再構成全球健康緊急狀況 Airfinity公司的流行病專家表示 中國的第二波疫情沒有第一波這麼嚴重 因為冬季爆發後人們已經有了免疫力 而且打過疫苗的人更多 但是由於中國的老齡化人口規模 它仍然可能導致大量的死亡 專家說 我們在日本已經看到了這一點 儘管日本的疫苗覆蓋率很高 但是最近一波疫情也造成了大量死亡 尤其是老年人 彭博社報導 中國最大的珠寶連鎖店周大福 放緩擴大以提高利潤 中國的周大福珠寶集團 是全球市值最大的珠寶零售商之一 周大福週四表示 正在縮減擴張計劃 以努力提高盈利能力 並且抵御不斷加劇的競爭 周大福集團的副主席鄭志文 週四在接受採訪時說 周大福計劃在未來一年內 在中國大陸增加600至800家門店 只有過去一年增加1500家門店的一半 鄭志文稱 將專注於提高現有門店的銷售增長 同時努力吸引年輕消費者 提高中國大陸的回報率 是周大福的核心重點 周大福86%的收入都來自於中國大陸 在中國競爭日益激烈的黃金市場 賢利變得更加困難 同時中國的奢侈品購買者正變得更加年輕 他們要求更加獨特的客戶體驗 在截至3月31日的一年中 周大福的利潤價滑多達20%至54億港元 公司稱今年將是恢復和正常化的一年 中國大陸4月和5月 門店銷售已經同比增長了17% 為了提高利潤率 周大福計劃推出針對年輕購物者的珠寶設計 並且加強對鑽石的宣傳 周大福稱現在許多買家都是35歲以下的年輕人 以上就是本期中國財經簡報的全部內容 更多全球最新資訊可以關注六度簡報網站 網址是6度brief.com 在上面大家可以訂閱各類符合你喜好的簡報新聞 有免費套餐也有專業訂製的付費套餐供大家選擇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